《心二》 我们今天谈心二 《诗奇音礼之中》 上回我们已经谈了这个三小段 现在谈这个后面的两段 从光明天理表修法开始 一直到后面的一个大段 这里面中哥八祖师最主要是提到这个 《志奇》跟《非志奇》的这种讨论 另外呢也谈到《试行宜家无上试不法》的融通 如何去融会贯通 那么如何呢去明白这个它的次第的这个问题 这个由于这个《心印咒明》啊 由它的次第啊 它就把它分成四种这个曼陀螺 第一种是大曼陀螺 第二种是多罗尼曼陀螺 第三种是法曼陀螺 第四种是叶曼陀螺 那什么是大曼陀螺呢 这个所有的诸尊啊 这个不管佛菩萨 金刚复法空行诸天 全部集合在一起的这个曼陀螺 就叫做大曼陀螺 它本身是有分别 所以大曼陀螺是集合所有的诸尊全部在一起 佛菩萨金刚复法空行跟诸天都在一起的 叫做大曼陀螺 这个陀螺尼曼陀螺呢 什么叫陀螺尼 也可以讲就是本事 本事每一尊啊 每一尊佛菩萨金刚复法 都有他自己的试验 当初你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发了什么试验 那么他就是依照这种试验而起的 但这种试验呢 他本身有标志 好像他拿的东西啊都有标志的 好像索印呢也是一种标志 密教里面在笔的这些索印呢都是一种标志 他拿的法器也是他的标志 他拿了什么法器就表示他有什么样子的试验 那么你看到曼陀螺里面呢有这些标志的 跟他本身的试验的记号的 跟索印的 就叫做陀螺尼曼陀螺 陀螺尼也就是三昧 再来是法曼陀螺 法曼陀螺就是用文字去表示的 好像是说用咒字啊很多种咒字结合起来的这个曼陀螺 就叫做法曼陀螺 另外一个叶曼陀螺 什么是叶曼陀螺呢 就好像是说他的形象 例如释迦牟尼佛的曼陀螺 他的中间就有一个佛陀的形象 这个就是叶曼陀螺 就是结膜曼陀螺的意思 那么有叶好像是这个形象 准提佛母的形象 另外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他有个别的这些曼陀螺 就叫做叶曼陀螺 那依这个意思啊 就把它分成为大曼陀螺 陀螺尼曼陀螺 法曼陀螺 叶曼陀螺 那么这里啊 当然四部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四部法当中啊 他本身有很多的分别 但中哥巴祖师在后面这一段当中啊 提起来 讨论啊 他主要是这样子讲 有时候啊 这个四部法 倒是融会贯通的 不应该有这个很大的区别才可以 最后一句话 你说 由此当之啊 观身为天 以言为咒 易入真实 非是无上部之别法 下戏部中 依定希尔 也就是讲啊 密教里面有所谓的下三部跟无上部 不管上下两部 通通要做如此的想法 也就是要融会贯通 而不是四部啊 个别独立 不能把四部个别独立 有时候四部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所以他里面啊 这个中哥巴祖师在讨论这一段的时候啊 把这四部法 他的怎么样子做 怎么样子行 甚至把天部 这个菩萨部 然后把佛部 把莲华部 把种种的这个行部啊 通通给他融会贯通 他是这样子讲的 那么这里面呢 如云 这个第二段 一二三四五 第四十六页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 如云 若实行菩萨行 行密咒门至成天生 亦无疑惑而修天慢 若行若住若做 一切时钟常不摇动 即净会 而时乃是行菩萨行 行密咒门 祭足大菩萨戒 又说 随顺诸天所作事业 勤修宜家 未住境界 以境界中修行念诵 护摩等业 未行妙行 勤修不易诸天 宜家受诸邪 促行大乘行 未以密咒 佛得西地 它这里面也是讲 没有什么分别的 它从诸天啊 你跟所有天部 它是做事业的 天部大部分跟事业有关 什么叫做事业呢 也就是一切的善行都叫做事业 所谓诸天是跟着事业有关 那么 仪家呢 就是在等于在修境界一样 再来呢 这个修行念诵 就是好像念诵了种种的仪鬼 修护摩 这个叫做妙行 唯妙的修行 也等于是在修行嘛 不易诸天仪家 受诸邪处行大圣行 大圣行也就是菩萨行 花菩提心去度众生 那么未以密咒 获得西地 修密教里面的咒语 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境地 也就是果地了 西地的意思就是一种成就 也就是一种净土 那么它虽然是有分别 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 到最后它会变成这样子讲 这个第四十七月的第一行 一切借说由于信解自身语义 以本尊身语义不可分离之力 反身转动借成首印 反发语言借成密咒 这两句话很重要 这是大疑家的做法 这个就是没有分别了 到最后来讲起来 连生口意都没有分别 事实上 你意念发出来 原来 流诸以外的就是口跟身体 行之以内的就是一种意 那么身口意 那么身口意几乎是相等的 几乎是等于相等的 好像我们想的是一句话 那么从嘴巴讲出来也是那一句 我们想讲这句话 意念所产生 他嘴巴吐出来也是那一句话 他的语言行动 所谓现在流行肢体语言 那个读着肢吧 还是肢体语言 现在流行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其实就是首印 我讲过这个密教的指示印 指示印就是指示你怎么做 一锁飞气 那么指示你怎么做 这个就是一种肢体语言 我们晓得这个在黄辩别人的时候 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来了 你这个锁就这样交叉 这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斜眼看他 斜着眼睛看他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来干什么的 这是保护自己 跟注意他的行动 他有他的意义 所谓肢体语言 你说你愤怒的时候 就是做金刚的这个 金刚像 显金刚像 师尊上次在里面 这个显金刚像 这个下唇要咬上唇 下唇咬上唇就很凶了 很凶 瞪金刚眼 瞪金刚眼就很凶了 很威门 那个知识就出来了 愤怒就有愤怒像 那慈悲有慈悲像 这个就是肢体语言 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 你身体啊 这里面的密教里面的法里面 身体就是可以讲是天色身 啊就是那个形象很庄严 天色身 这个天女身 天神身 这个菩萨像 三十二相 如来三十二相 这个都是属于身 那么以于呢 我们讲话这种口气啊 很重要的 讲话口气很重要 你们女生讲话要注意哦 我发觉很多女生啊 讲话哦 多有一点那个 那个 那个 傻娇的这个声音 这个有时候啊 跟人家讲电话 都会引起对方的误会 是有的 你不要像 像这个日本女孩子 讲话那一种声音啊 这个很多人都会被捏死的 随便一句话就是什么 啊 那个捏啊 通通都被捏死 这个很要注意的 我发觉啊 我注意听那些人的电话 一般来讲啊 有些女生讲话声音 她啊 不刚不柔 刚好中等 有些是很柔的 会引起误会 会引起误会 有时候我们语言一讲出来的话 另一种含义都会有 我讲过了嘛 其实女生有时候 她讲要跟不要之间啊 差别很大的 对不对 不要 很凶猛的这个样子 我们就知道是不要 她讲不要 就是要 这个要分别 要听这个尾音的 她有时候讲啊 不要嘛 加一个马字下去就有问题 就是要 所以这个声音啊 好像是说这个音啊 就是一个口字 一个口 发出来的声音啊 就是也是代表一种意识 一种象征 你说这个 其实啊 身口意念 三则 本身在密教里面是合一 身口意合一 就是三密合一 今天啊 其实我们讲出来的话 身体的这个肢体的这个动作 都代表你自己本身的意念所发出来的 到了这个密教的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身口意也是合一的 也是合起来的 身就是天生 就是菩萨的身 意念就是佛 那你发出来的 讲出来的话 本身来讲就是咒语的 本身那个发出来的就是咒语 就是大仪家 真正到大仪家的时候是身口意合一的 所以我们讲起来啊 这个整个大仪家讲起来 整个沙婆世界就是极乐净土 所有的这个亲人都是菩萨见所 讲出来的话就是念咒 随便比一个动作就是手印 随便一个意念都是清净的菩萨行 到了这一种修行 到了这一种境界的时候 一念之间就可以救人的 你一个念头产生出来就可以救人 所以真正的一个行者啊 他只要产生他的一念 他就可以行他的事业手印 就可以完成他的事业 好像这个很多弟子啊 拿给我一个条子啊 现在很紧急的 某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啊 病为很危险的 你只要告诉师尊 师尊一看 就用一个念头点一下额头 其实这个分身就去去了 已经去那里处理这件事情 不一定要 要我下来求佛菩萨来这边点香啊 又要赶快这个 好像紧急的招勤啊 又要赶快打左右腿啊 请空行母啊 又要怎么样跟他讲 从头讲到尾 他住哪里哪一间病房 厕所旁边那一间 怎么样子啊 谁哪个医生在救他 什么事情 要讲得很清楚 他才那个空行母 听明白了才去 这个样子 去的话 又医错人 把不相干的人医好了 自己要救那个人死掉了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不会像因恋之间啊 他可以承办所有的事业 因恋之间可以承办所有 所以很多弟子是讲 师尊根本 没有到过我家 没有我的这个住址 他怎么搞的 他能够这个入我的这个梦中呢 他怎么知道很多事情 像今天呢 不能讲名字 OK 从北京 中国北京来通电话 他要我写一个 他要在北京盖雷藏寺的事情 这先人也接到电话 他打到雷藏寺寺 中国北京有一个地址 要盖雷藏寺 那么他打电话 来 好 他要我写一张这个 好像是说 就是希望 委托他能够在北京建雷藏寺的 那我为什么啊 有没有签给他呢 第一个我要先了解这个人 其实 他有写过信来这里 但是他没有讲过要见雷藏寺 那么我也不认得他多少 但是我一念之间我就知道他的一切的事情 只要一念之间就通通都清楚 我就问他 刚才师母跟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 第一个 在我一念之间 我知道他做事业很不好 做的不行 第二个 我知道他把家产都被卖 把他跟他父亲借钱 把父亲的所有钱财都变卖掉了 他父亲还不知道呢 所以他既然是没有钱 没有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能够盖了一张 也没有地 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说你现在不能盖了一张事 什么原因 第一个 你的事业不成 你没有钱 第二个 你也没有地 第三个 你还把你的父亲的这个财物通通变卖呢 你父亲还不知道呢 他在电话那边一听到 我说你把父亲的那个钱拿去哪里了 他马上就下呆了 师尊什么都知道 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念之间 我人在西雅图他在北京呢 我没有去过北京呢 我不知道他家 但是一念之间我可以知道他的事情 简单讲一句话 最近很发心帮忙的这个莲花宝儿 莲花宝儿师姐就是在文革他 他发心了这个佛菩萨装金身啊 那么给师尊买一个很名贵的这个表啊 那么他也买龙袍啊 他也这个买画啊 他请了很多东西 将来也要从尼普尔 够了很多金身来给这个菩提雷仗士 西雅图雷仗士 又给师尊打这个黄金的五佛官 但是我一见到他我就跟他讲 你为什么把你牙齿剂掉 牙齿剂掉 我告诉你 剂掉牙齿哦 是不会跟人家讲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剂掉牙齿的 但是当时我就要讲 你有一颗牙齿你用剂子把它剂掉 是剂子剂掉的哦 不是拔牙哦 是剂掉牙齿的 我在座的时候 那天在文革法在座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为什么你把你的那颗牙齿剂掉 我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呢 就讲出这个人的事情 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讲 他很纯洁 我说你当然纯洁了 有人讲说他吃素 我说你当然吃素了 可素心不素 你可素 可是素的 但心啊 生啊 不素 我都可以到处 我都可以到处 你昨天晚上去哪里 他说很纯洁啊 不错啊 他说 最后我跟他讲 讲出来以后啊 他就讲 我树木不算很多了 又不是几百个 哦 他树木不是很多啊 没有几百个啊 我问他 你要不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你几个 他当场 他是我 他是我 他说 师貞你算几个 我说好 我算 我给他算了 我摆出一个树木给他 他怎么想 你是不是偷看我的日记簿 他说我是不是偷看他的日记簿 因为那个树木啊 刚好就是日记本里面 他写的树木 刚刚好 就是要这样子的 就是要这样子的才可以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修行到境界到了 你深可义啊 你能够合一的时候啊 可以运转宇宙的这些能 这个中哥巴祖师讲 密教里面修行啊 虽然 有分别 四步 行步 宜家 无上密步 这四步法里面 虽然各有分别 其实可以融会贯通 他底下又讲了一句话 这个四十六页 从后面算来第四行 段分别者未以无我会破我之分别 非为尽灭所有分别 这里面就是这样 这个不是把所有分别全部灭掉 是有分别 是行 跟宜家 无上 这四步法当中 是有分别 但是呢 要断分别 要把这些分别要融会贯通 未以无我会破我之分别 用我自己的智慧来破 或是种种的四步的分别 这里面是讨论分别 中哥八祖师是讨论这个分别 四步法的分别 但是他最终的时候是讲 不应该有所分别 其实也是要融会贯通的 好像我们读书一样啊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的博士 这当中的学问虽然有所差别 但是其实也是一贯的 所以密教的道理 虽然有四步法的分别 其实当中有融会贯通 你看这个 本尊的这个生以意不可分离之力 凡生转动戒成所应 其实随便比个知识 这样子 大家去看三 我知道师生讲三 这里面有个零 这里面有零 三十块 它有它的意义的 它都有意义的 密教里面手印 随便比一只手印都有意思 随便比这只手印也有它的意义的 这只手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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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蜡烛 好 这是蜡烛 水 这个是 花 也有 这开的花 半开的花 合起来的花 它有它的意义的 都有它的意思在里面 结这个吉祥 下吉祥 这个下吉祥 上吉祥 它有它的意思在里面 随便一个知识 一个手印 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 money 这是钱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比这样子来啊 来啊 这是钱 这个是孔方胸 这它都有它的意思的 所以整个手掌 密教里面整个手掌 都代表这个一个 一个意思这样子 就是一个印 那么你念咒语 配合印 意念清净 身口意清净 本尊就是你 你就是本尊 这样子的 就是大一架 这整段的意思 都是这样子 最后讲 观身为天 亦言为咒 亦入真实 非是无上部之别法 下西部中 依定西 就是上部下部 都需要这样子的 都需要三密合一的 密教里面讲三密合一 都是这样子需要的 好吧 今天就弹到这里 欧玛的伯密号 密中道赤地广论 我们今天谈根二 别师 事行不道赤地 信仪 解释 色道总颂 第一行 后尽力淫 情收尤密咒者 以为戏环境 三十长了之 十之一鬼 鬼 这个 这四句 其中谈到三十 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日出的时候 太阳刚刚上升的时候是一时 日中 太阳在中间的时候是一时 日落 太阳下山的时候是一时 这个叫三时 可以讲到在这三个时候啊 你都应该清楚知道 十之以鬼 也就是密教的实修的方法 十种以鬼 你统统要清楚明白 而且去实修 再来我们所谈到的就是 四步法 行不宜加无上步 这四步当中啊 修行的这个实修的 讲解 这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是讲 这个四步法里面 他要在这三十当中你要知道一些什么 你要如何去修行 那么在这当中的修行 全部到底包含了什么 他这里面就开始讲 为什么叫做维系呢 所谓维系啊 他讲的这个维系 他解释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你很仔细的 深入的 去了解知道 经过你一番思考以后 去了解知道 所以才叫做维系 啊 不是出之大业的 而是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密教里面啊 这个讲这个维系的意思啊 都是讲你很清楚很明白 而不是这个朦胧模糊的 而不是这个朦胧模糊的 不能像我们在唱歌一样啊 这个什么花非花啊 雾非雾啊 什么 夜伴来啊 天明去啊 这个朦胧的美是没有的 总之就是要你清楚明白 一切都了之 那么这个实修啊 也是这样子的 你实际上去修行 了知一切遗鬼 这个才叫做一个 啊 这个密教的这个行者 那么这实事他就 全部都讲出来 这个将来啊 会有解释的 好像每个地方都有解释 这实事很重要 修行之处 啊 这个修行之处在哪里 我们讲 坛诚 就是你修行之处 你住的地方 你的坛诚 就是你修行之处 在密教里面呢 修行之处不简单的 一定要清静 要有温水好的 要敞空俱去的 这个刚刚开始四步法开始的时候 它的规矩很多 像我们懂得 就知道哪里适合修行 好像你在坐着打坐的地方 你背着这个窗 后面是窗 一片窗 前面是墙壁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 不行的 很多 我看到那个险教的很多道场 他的菩萨很大 就随便摆在后面一个窗子 大窗子 就摆在 后面就没有靠 他本身后面就已经没有靠 摆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 而且让轰随时出入去扫 这个都不对的 那是有轰煞的 所以要济气的地方 轰吹不到 但是仍然要有轰 有气流过 能够敞气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谈到很多这个密教的布谈 如何去找地 你看联华生大事修行 便不是随便的 他也要找那个岩洞 那个岩洞都是有地理的 他以前得到一个法以后 马上进去里面实修五年 把他修到 修到能够相应 然后再离开那里 得到一个法以后 又到某一个地方 去实修几年 那个地点的枣型非常重要 那也地有地灵之气 那地气存得很厚 很沉 那么我们修行就比较快速 你跑到一个这个浑灰破散的地方去修行 根本气如油丝啊 气好像快要断气那个样子 你怎么修 所以这个 第一支 就是第一支 就是第一个地方 修行之处 你修行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 在密教是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 咒真实 你念的咒语 是真实的 传承的这个咒语 所谓真实啊 都有它的意义 也就是真理 真地 实在的咒 你密教一定 要懂得咒的 所以这个叫咒真实 我真实 什么是我真实 你实际上 用你的身体去修行 这是我真实 这是我真实 我的真地 你明白我的真地 我真实 密教有十个要知道的仪鬼 我真实 念诵真实 念诵 密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念诵法 灰基金刚念诵法 准提佛母念诵法 念诵真实 也就是你得到的念诵的这些仪鬼 是真实的 是真地的 再来 诸佛尽力 诸生尽力 身后解脱尽力 这个将来都会解释 所谓尽力 就是思维修 就是禅定 诸佛禅定 诸生禅定 身后解脱禅定 这三个都是讲禅定 你都要懂 再来修咒仪鬼 你在修行这个咒 在持咒的种种仪鬼 你都能够清楚明白 护魔仪鬼 佛共的仪鬼 你也要清楚明白 灌顶仪鬼 密教种种的修行 都需要灌顶 那么灌顶的这个如何观想 如何受灌 如何得灌 这个都是灌顶的仪鬼 如何这个念诵 如何观想 如何用你的意念 如何这个 做灌顶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仪鬼 通通要清楚 所以这个叫做时事 修密教是比较困难一点 单单这时 刚刚开始这时事 你通通都要清楚 你看我们那个 那个险教的法师 就比较简单 讲要他什么修行 你念佛 念佛吧 怎么明白这个 佛的道理呢 你去看经吗 你如何修行吗 你念佛吗 就是两样 明白佛理 你去看经 你如何修行 念佛 就是这样子 那密教不同呢 你也要当地理师 你要懂得 择地 要选择地点 单单他这十样 每一样都有很深的意义 在以后会谈到 我们翻过来第四十八月 我们翻过来第四十八月 这个后面一段的四部有四种戏 也是讲 这个四部法里面有包含 也是 也是四种层次的 妙被问经 以佛莲花金刚三部 天神财神世间六道种性 密咒事业差别成事之方便 这里面就分成四个 一个就是佛部 莲花部 金刚部 所谓天神财神世间六道种性 密咒事业差别成事之方便 全部包含了结膜部 所以这也就是 四部有四种系的这种说法 那么 这里面呢 他最后呢 有讲到后面第三行 这一段后面第一行 此可色为四类 设为四类 设为四类 就是说 你研究啊 这十 四部里面 这十 密教的十支 也就是十个要项 可以讲起来 又把它总设为四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成熟修道法器灌顶类 这是讲灌顶的 这个作用是讲灌顶部 就是说 当然像我们这个金刚上师啊 都要知道的 你所受的灌顶 要如何去灌顶别人 那么别的弟子如何来接受灌顶 这双方面呢 包含着一种成熟 也就是 你当金刚上师的 明白种种灌顶的仪轨 作为一个弟子的 他是不是在这个法上已经成熟 可以接受灌顶 明白了这个法才接受灌顶 所以这里面都讲成熟 那么灌顶啊法器很多密教的灌顶 所有的一般的所应都可以灌顶 所有一切的法器都可以灌顶 所有一切的事物也都可以灌顶 那么包括了本事也可以灌顶 他的本事也可以灌顶 就是金刚灌 金刚处 灌跟处的灌顶 另外呢 就是平灌顶 平灌顶 那么宝观灌顶 跟明灌顶 这五个灌顶 都是在密教里面很重要的灌顶 就是处 灵 平 保观 明 这五个灌顶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在层次上 次地上的灌顶 一个是本尊 本尊灌顶 再来就是内法灌顶 再来无上密布灌顶 再来是大圆满灌顶 这也叫做四灌顶 这是层次上的 另外很多的这个法器灌顶 的这个仪轨 你都要清楚明白 单单在灌顶方面的邪问 就非常的深 你说要给人家灌一个 这个是几倍 六倍 我们是 这个白马哈嘎啦 白马哈嘎啦是六倍 六倍 这个大黑天 白身的 他是做什么用的 你要知道 你要明白 你不能当上司的不知道 当弟子的不知道 就随便给他灌顶 当弟子的他本身 需要这个求福 福分 这个白色的 六倍大黑天 他组长 第一个福 福分的福 第二个 他组长寿 长寿的寿 福寿他都组长的 所以有人要求寿 或者求福 或者求福 你才可以给他灌顶 这个六倍白色大黑天 那哈嘎啦 他的灌顶 他有他的意义存在 那么当这个金刚上司的 要施灌顶以前 他要修这个法 要修这个六倍大黑天 白色的法 修完那法 观想自己变化成为白色六倍大黑天 然后再给弟子灌顶 有时候我们观想这个 做莲花生大事的灌顶的时候 自己要 金刚上司要自己修莲花生大事的法 这个修完了法 然后再观想这个瓶里面 大事啊 进到瓶中 再变化成为 咒日 再变化成为法流 法乳 再给人家做灌顶 这个才何乎以轨的 有很多弟子不明白 啊 在问世的时候 师尊我要灌顶什么法 师尊我要灌顶什么法 他这个 很多的 很多的灌顶我一看 哇 十几个灌顶 就是要在那个 问世当中马上就要求灌顶 这个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但还好 师尊本灵还不错 能够很快的用意念去设招 你要灌顶的本尊 来自行变化成为本尊 以后给你做灌顶 我还要念咒 还要做观想 还要用意 还要用口 用自己的身 解锁印 还要观想他进入 这灌顶盘中 或者是降在灵上 给你做灌顶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像这种事情 灌顶 本身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必须要双方面 都要明白 了解 当弟子的也要了解 当上司的也要了解 灌顶 而且所用的灌顶法器 要清楚明白 所以现在有人 不知道 反正 灌顶吗 这个 哪个水龙头也可以灌顶 不是水龙头 霍树供 多少人 哇 好几千人要灌顶 可以啊 用个后宿供 消防车的那个后宿供 用水灑出去就好 对不对 好像小孩子玩水枪 我讲过 那个 有些法师 现在显教的法师 也做灌顶 他根本不明白 他根本不知道的 对不对 还有一点 你当金刚上司的 你受过什么灌顶啊 有传承力的 才可以 给人家灌顶 不是 你当了上司以后啊 你没有受过这种灌顶 你就 也一样给人家这个灌顶 这个就是没有传承的 所以要清楚 在灌顶方面的事情 很多的仪轨的 不是很简单 你灌顶什么的时候啊 也要观想 这个 哪一个佛菩萨 你自己要灌顶的本尊 要注顶的 要在你的头顶上面 要互相要复印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第二个 是成属所依 父三昧亚利一类 第一个总色就是灌顶类嘛 第二个 所父三昧亚利一类 其实这个就是借利了 什么叫三昧亚 就是你的本事 很多人很麻烦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 人在讲话 的时候啊 人啊本身啊 很难说 依照自己的试验去行的 今天你在佛菩萨面前 发誓 你本来的试验就是这样 我要度众生 我要广度众生 我要上求佛果 下化众生 在佛菩萨面前发誓 你的光头 不久他头花又流起来了 这就是违背三昧亚式 哇这个很惨 翻脸跟翻书差不多 翻脸跟翻书 现在的人不行 没有那个守护思念的这一种力量 这个就是要 付三昧亚利一类 就是付持你的境界 你进什么 你借什么 你要守戒 你要进行 就是这个 你发了这个本事 你就要依照本事去行 不能违背的 你违背了 犯了三昧亚戒 很重的 在密教里面是很重的 很多弟子乱七八糟 随便犯戒 都有的 甚至有些上师还不明白 什么叫做三昧亚戒 第三 生起堪能 故修成事类 这是什么 这是要修出法力 生起堪能 故修成事类 你要修起这个 产生法力 如何产生法力的种种 修行的方法 像护魔 可以产生法力的 护魔是可以产生法力的 第三类 生起堪能 故修成事类 这个就是要 这个就是要 叫你如何修出法力的方法 第一个灌顶 第二个守护三昧 第三个要修出法力 第四个 是 判能以为 判能以为力 至他 为力 至他 修行成就类 这就是要修行成就的 产生西地的 得到佛果的 所以 所以 这十个事 事法里面 这十种修行的方法 都是为了这四类而来的 灌顶类 守护三昧雅类 修出法力 第四个 自利利他 得到成就的 那么第三个 这个 能固修成事类 也可以讲 可以做事业上面的事情 也就是帮助别人 习灾 争议 降福 敬爱 这方面 那么四副法里面 他就有这样子的说 那么中哥巴祖师 最认为 这个 这些的说法 以佛密 佛密跟圣菩提 两位师父 所论的是最好的 佛密跟圣菩提 两位 可以讲两位金刚上司 两位大师 他本身的所论的是最好的 这是中哥巴祖师 如此认为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 这个佛密大师跟 圣菩提大师 这个两位师父的这个论作 那么将来呢 依照这个中哥巴祖师所解释 密中道次第广论 这样子的解说 一直到 后来 都是在讲解 这四部里面 这十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就是实修的部分 今天谈到这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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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